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 《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珊 另外有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厉害了 何氏抗礼现在租酒店周围住他们口中 对于这些苦难和现在眼前的问题 因为显白不能够继续住在清田村 即是千语BB的公屋单位 房署就说要他加名 但他的说法就说 原来给了他一个选择 要不就加名 要不就搬出去 所以就搬走 记住 这是他的版本 我也是那句 相信媒体所报道的版本 即是说是他一定要加名 而且已经通知过他好几次了 为什么要这么硬硬来叫他加名 这个暂时不是我们今节深究的地方 不过糟了 他的货 你自己要出去住酒店也好 或者怎样找地方睡天桥也好 睡隧道也好 什么都好 他自己说的 就算睡天桥也觉得很开心很幸福 暂时还未要睡天桥 不过 现在他们不知为什么 究竟是他们太受欢迎 还是酒店方面都招呼他不起 在香港 似乎好像暂时来说 都有没有哪一间酒店他住过 都叫做幸免 暂时没有 他一间住过的话 都遭到一定程度的攻击 在网上 不要说有实际的损毁的情况 在网上就有人专程留些负评 在一些酒店的平台上 不过先说 其实真的有人曾经在他说住家湖海日酒店那一晚 有人在大堂那里等他 然后他说 为什么我等到中五十二点都退房 都没见到他们两个 然后有人说 不是吧 他们两个已经跑出来做直播了 因为我记得家湖海日酒店有两座 就是一座一游 在这个银座商场的左右两边 都隔得挺远的 如果你只是去到其中一座 如果他住二旗 你就走去一旗 那当然等不到他 也没有说有些人拉招牌在门口 打到河马打到河马 也没有这些 也没有说要和你见河马 和你看动物 也没有这些 或者没有说何圈 什么后援会那些 也都不见了 没有说要去等他们 那说回来 即是他们一开始就住 荃湾那间 那个什么 旭日 旭X 就说那些皮就不好 也不知是污脏 又加得很痕 周身痕那些 那家湖海日酒店 他就嫌人家的插素少 又说装修又说旧 又说凝点 大就够大 又什么什么的 那有一间就幸免于懒 就是这个叫元朗 他称元朗武品酒店 大家知道哪一间 免得开名 那间就最聪明 他来的时候就说取消了你的书 你的书 已经是cancel了 my name is 叶玲玲 那会不会是这样呢 有什么帮到你 暂时就在这几下 不过现在最新最新 我初头还以为 喂 你有几次的经验 应该是不是红茶馆 给你住给你落脚 即是油麻地那间 你是不是应该一炮过 租多几晚呢 那他没有啊 为什么他经常租一晚呢 会不会其实他是有的呢 不过住一晚之后 那间酒店就赶走他 会不会是这样的 会又cancel呢 这个我们就打了很大的问号 怎样都好 你有消息也好 假消息也好 真的才好说 就不要胡说胡说 听人说就当是真的 那何解呢 如果大家的利是 红茶馆就cancel他们的预订呢 我意思是指是8月14日这一天 都其实是有道理的 我们在另一节也提到 因为他就在今天 早上睡醒了之后 就做了一个直播 就告诉大家 就是说很多东西 里面有一句 他的粉丝宝宝 问他 例如酒店可不住 他都说很小 是呀 我们会试回去 大家就听的了 我这房子又窄又逼 我从来没治过 这么窄的旁 包括我在 就是乡下人家的礼馆 都没有这么小 我没试过 是呀 通常又逼 收费又差 接着那些网民就将这一句 就贴到红茶馆的酒店 甚至乎就将他们两个在房里面吃东西的样子 接着又这样又那样的照片 就贴到不同平台 就是租酒店 你觉得漂亮就漂亮 你觉得欲酸当然欲酸 大部分人都觉得欲酸 他说有三成的人 会比他丑仰 就是他意思子 不过这里就见仁见智 只有可白才觉得你正 救你的命 回来再说 变相令到红茶馆 其他不同租酒店 或者这些类型的apps的平台 那些分数就快速下跌了 我们就看到了 为什么这么惨呢 最惨是什么呢 是那些网民去到留言 记住 你看看 他们又不像用假币的 那便不妙了 那可以怎样呢 留了言 有负评在这里 很影响以后 在网上拿这些新的订单回来 最恐怖是什么呢 人们是完全不放过任何一个帖 都会出的 6月16日父亲节的帖 今天都被大洗版了 我们只见到一些留言 都相当精彩 我们要在今节 为这些朋友 赞赞他们 要读一下他们的留言 他个人就这样写 除了贴了那段影片之外 就这样写 大家千万不要住这间酒店 河马住过 睡过床都很嘔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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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贴了那些影片 挺个人 有些人看完他的影片 就说 这些人真的是垃圾 难得有酒店收留他 还嫌三嫌四 抵他被人赶了 河马直播说 你间酒店好小 睡一晚已经周身皮肤病 还比轻下 没见过这么差的酒店 原来红茶馆是这么差 多谢河马说出真相 糟糕 说回清楚 这个我们一单一单 千万不要混淆 他说那些痕痕的 就是前湾有自助餐吃的那间 其实前湾那间都被他害死的了 你这样的话 人家怎么会吃自助餐呢 开那个龙虾的鉗 要用耐力才能开得到的 挺可怕的 另一个就说了 对红茶馆酒店集团非常失望 整个集团是这么糟糕 竟然租给河圈河马两夫妇 进行非法活动 哪有啊 我们听听了 有什么非法活动 你都没听我说 异得台让你笑笑笑笑笑 他们在YouTube直播期间 进行评击香港政府官员 和恐吓防处职员 下次我海外朋友来香港 我会建议他们入住其他酒店 好像似乎层层的说到 对吧 大小 真的挺像 这个太夸张了 这个说得太离谱了 请问你们职员是否曾经说过 说除了通缉犯 什么人都住得 你们看看他们两个是危险人物 绝对是 好危险 为什么呢 好惹火啊 你住哪一间 不是这些人 不是这些人 是什么 怎么危险化 他说河圈河马 要全身捉仔 捉仔啊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怎么知道他没有的 笑死我了 播又说 直播说什么 我的人不只笑 炸热总统又说要砍人 又说被人追杀 又说要揽炒同鸡于阵 请问你们如何保障其他自客的安全 问得好啊 好惹啊 不知道怎么保障啊 另一个就说 玩得这么大 这么大件事 我叫那些朋友 先不要帮衬 接着正哥说 不单止啊 他还说 河伯说过 自队过很多次 不知道会不会拿酒店来队 哎呀 小心啊 我也害怕的 因为两个太糟了 再不是 最惨的是什么 那些什么提纸呢 一粒粒的提纸 一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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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仔 伸了手 和我咀嚼出来 和我咀嚼出来 一咀嚼不像 哎呀 这不就糟糕了 有些人会说 有人帮我又再贴那段影片 不断贴 那段影片 大家看到就会洗 就会背 开始 这个更好 一个疑问 一个疑问句 请问贵酒店 有没有留意 河马用过的物品 要吊气 床垫 海灯 不是吧 很贵的 床垫 不如整间房间收过它 你这么说 吊了它 你傻的 拆了它 不如它用过的马桶 你也不用 要啊 整个马桶都拔走它 有解释的 那我们就不要这样 挖网民 好不好 他说 河马生体 恒养 应该是生鲜 哎呀 生鲜 生鲜 你这样也不知道 不知道在哪里 有没有生鲜 有没有生鲜 看一看 有个是可白的粉丝 是 可白帮你出头 可白说 未住过这么差的酒店 有个 你好 网上有个网红 他叫何太 直播的时候 他说 贵酒店环境恶劣 引致他身体行影 请问是否属实 哇 最糟糕是什么 不是酒店是否糟糕 他最糟糕是什么 是很多人认识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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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办 怎么办 不懂 不懂 这些问题 有些更糟糕 你牵涉到国安法 又有点麻烦 这个女孩 应该看他的名字 是 他怎么说 请问贵酒店 为什么会招待 两个涉嫌煽动香港人 仇恨政府的人士 我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他涉嫌煽动 又不是 个个都跟开他的行蹤 或者他一言一语 鬼知 惨啊 接着有个还说 这些真是粉丝补补 粉丝补补补补 真的有 那说什么呢 这个应该是男还是女 好像整个夏朝星那样 这么有影 今早我看到我的偶像 何太直播说 这间酒店又小又多咬 听到也吓死我 遭住不了 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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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算好呢 你想想想 未完 请问端午节 肿 我想你家里的肿都吃光了 连肿的贴也要炸板 这么惨啊 是啊 有些人就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位朋友似乎很憤怒 被河马入住过的酒店 他住过要消毒 消毒完我永远都不会帮衬 那这样就不要帮了 这位似是内地的朋友 竟然租给这个河圈 两个道德败位分子 这两个人在酒店房间 从事非法商业业动 曾经播放Color电影《知妖》 即是《无凉》那段 我估计是 是的 很惨啊 不要紧 他都没什么 但听众也很体谅 他的支持者 这就没什么所谓 再说回 知妖网民其他住客 七十多岁的河圈 不时要挟要生命end 你们酒店随时搞出人命 这些酒店我绝对地 会叫中港澳台胞千万 不要入住 谢谢 哇这样啊 挺大事啊 因为最害怕的 假设我当我不懂这两件事 好吗 你看到这人说完这两件事 接着你看看这个人的样子 又真的好像某种动物 是不是在说他 哇 对啊 为什么这个头弄得屎的人 好像很疯了 会不会真的有什么古怪的 这酒店都是这样的 会不会呢 会的 你讲到这样 是不是很吓人的 不是人人都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们知道就知道可能 算是恶搞或者什么都好 但是 一些可能有心想订阅酒店的 看到这些这样的留言 就真的很影响人生意 对吧 更惨过那间酒店 遇到一些不幸事件 我不知道为什么 会惊动到一些原居民 为什么呢 不明白 为什么呢 有个这么说 你们有东张西望可百何太住客 本人与原居民亲友 都不会再帮衬你们酒店里 这样也可以 哈哈哈哈 记不记得那首歌 叫《特别的爱吸特别的》 是吗 那首歌 现在有人改了 他说 有位叫Andy哥的人 就是去红茶馆 记住 Chinese New Year 过了多久 请问 很久了 半年了 他连这个帖子都不放过 那么恶 特别的 不是 什么爱吸特别的理 那些 就是这个 垃圾的酒店 吸垃圾的人住 挺好啊 对得很公正 对得公不公正 公不公正 都挺齐整的 这么搞的 嘩 啪啪声 这样怎么办 这样 有什么可行 现在就是 可以算得上 叫做什么 和马之乱 搞得很乱 很惨 你这些是中落的祸根 你讲这么多坏事 做这么多坏事 我是市民 我见到你去第二间酒店 我也为了一些人好啊 怕你们又影响了那间酒店 或者做了些什么 又搞到人呢 那便快要做什么 我不知道 其实是否他的头 有膝垃圾 跳到痕 你想想 然后他的膝垃圾 又不知道会不会 在哪里又惹到人 那些呢 那怎么办 可以怎么办 没了算 算了吧 我给你 你坐升降业 在酒店坐升降业 看到他了 你怎么办 许三说 如果你在升降业 他在升降业 那你怎么办 你不要进升降业 你一见到你 就带出去算了 我还是这样 麻烦你 你不要进来 我立刻走 逼你 我会这样 我帮你挡住 我怕有黑粉 我先出去 是 没错 这样 你这样好 你都可以 我只会这样 因为你整个人都会失离 那怎么办 是呀 你都会害怕 你都看到 其实可白今天还说 不知道是否那些染发制 搞到口痕 对 其实不是 是失离 可能河马的失离 都会惹到他 这层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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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更惨 这次更惨 不如我们今次暂时说到这里 今晚他们情继何处去哪一间酒店落脚 今晚8月14日版7点钟自有分晓 欲知后事如何 请留意我们《芒向编辑部》的节目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